天向上 现在继续 所以为了妹妹就退学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今天这个幸福的妹妹 能不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接受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的 深深的祝福呢 5 4 3 2 1 这就是她自己辍学 就是为了这个妹妹 能够在重庆优点大学 好好的读书 好感动 读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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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姐姐决定要退学 来资助你读书的时候 你怎么想 也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大学文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姐姐 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我今天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姐姐 然后想借这个平台 把一些平时没有对姐姐说的话 告诉姐姐 好 你念给姐姐听 亲爱的姐姐 我爱你 感谢你长久以来 对我的包容和陪伴 我们互相分享小秘密 去哪里玩 你都会想到我 带着我 让我感觉 有一个姐姐 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虽然你只比我大两岁 但是你总是处处让着我 到我要上大学 但是家里条件 没办法支持两个孩子 都上大学的时候 你把这个能进入大学的机会 给了我 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来感激你 我能对你说的只有谢谢你 以后我有你所能及的一切方式来感谢你 爱你 谢谢你 我姐姐 我也爱你 你有机会晚上会去帮姐姐吗 晚上没有课的话我都会回家 然后跟姐姐一起 去摆地摊 对 在自己同学面前觉得 你一个大学生我还要去摆地摊 如果有同学路过或者老师路过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啊 我会很骄傲 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姐姐 你学生怎么哭那么惨啊 没有因为我们家都弟弟妹妹 所以我就能够理解 你也在家里也是姐姐 对 最大的姐姐 我觉得这样很不容易 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也希望 可能透过节目 你们家里环境更好了 我也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再回到学校 完成你学生的那个梦 谢谢 我特别想问一下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你身上 你会不会也会让 会啊 会啊 像我们家小朋友高中左右 全部都出去留学 只有我没有去 我弟弟去了 当时我爸爸也觉得说 哎 那姐姐没去你就不要去 我为这件事还跟我爸爸吵架 我觉得要送 我就说省下来我的钱给弟弟去 所以你特别 姐姐谢谢 走开了 我骗拥抱吧 我骗拥抱了 我觉得你会去支持弟弟妹妹 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姐姐姐才大两岁 好了不起啊 那这会有什么梦想呢 对 未来有什么想吗 梦想就是希望一家人在一起 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住处 然后 我现在还在 租的房子 然后在热热地方有一家小店 或者小摊位就行了 然后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特别好 我们也很希望 重庆的观众朋友啊 都去光顾它 地址在哪里 但只是 现在也开了一家 也开了一家 祝愿她们 全家人都能够 幸福平安 踏踏实实在一起 是 两姐妹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好不好 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有家人就够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两位 也是两个特别好的姐妹 是 我们的寿司西施 寿司西施 你再念一遍 寿司西施 寿司 寿司西施 寿司西施 寿司 好 你们笑我 安益轩 寿司西施 寿司西施 寿司 对你们讲的我不会念 寿司西施 说十四世纪 十四世纪 对 十四世纪的出租车司机 来 十四世纪的出租车司机 跑去当了寿司西施 哈哈哈 真是 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来自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舞蹈系 2011级的学生 哇 今年21岁 我叫孙兴尧 今年19岁 来自江西景的镇 他们两个是网络爆红的寿司姐妹陶 嗯 网络上面说他们两个身材高挑 身材 身 白皙 真的高挑 清纯可人 真是 多高 多高啊 多挑 多挑啊 最开始 很多人来店里面看我们 然后就很失望 然后 然后我就很想 很多人说 长高 这哪里高挑 这哪里白皙 哈哈哈 他是我们身材最高挑的 简直是禁局 禁局的巨人 爆身都是一米八二 对对对对外啊 对外没有对对对 夏天的时候能到一米八二 热胀冷缩嘛 哈哈哈 你说要来上节目 嗯 家里人特别担心 以为是骗子 啊 妈妈 有什么叮嘱 妈妈说 哎 A 那你要先去太 你们紧起来 砍紧走才行 不能配给 代表宾馆 你们起来啊 代表宾馆里 因为爸妈一般都觉得 我们都是睡在电视台里 对对 我们都不睡觉的是吧 哈哈哈 他们开这个店 有一个 感人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个男朋友的朋友 说想做什么开这个作诗店 就是想着充实一下我们大学的生活嘛 扩大一下我们的朋友圈 朋友圈那你的微信吗 微信朋友圈 你搜一搜摇一摇嘛 天天摇个百八十个的 有吧 你开这个店启动资金大概花了多少 我们大概一个人三千多 就七八千块钱就开起来了 对 因为主要那个店不是我们的 那个是一个奶茶店 然后我们找他店 奶茶店 咕咕 咕咕 咕咕又出现了 咕咕 咕咕 冰卖奶茶 冰卖寿司 对 然后就是我们要一半地方 然后给老板钱 吃一半 对 奶茶里面有珍珠吗 当然 那个生意怎么样 最开始的时候好像 不太好 第一天我们饭煮 煮坏了 然后等个人都走了 寿司它的米是相当的不一样 寿司 寿司 它的起源原名叫Sushi 它要做成寿司的话 它首先寿司米 很重要 煮法不太一样 而且要拌醋 它才不会干硬 更讲究的呢 海苔要先烤过 比较脆 哎呦 内行 很好 现在最受欢迎的是哪一集款 我们招牌寿司 还有我们的陪跟我 做两个我们尝尝 好 来 来 哇 萱萱以后不是这样的节目 你会参加对不对 不会参加 她不会 她不参加 以后每一期有吃的我都会来 哦 已经过了 好 你的吃相完全挡住我了 哇 哈哈 你先送给现场的观众尝一尝啊 哎 留一盘给我们的摄像 还有导播 要不然他罢工了 我这个天哪 导播在上面打出这几个字 哎呀 你放心的啊 导播 我都会切头居散 把这一盘给导播 你不跟他搞好关系 我们请欧帝做一个好不好 好 现在欧帝先生给大家做寿司 哎 你可以啊 这么做 就那个 鱿鱼就 鱿鱼寿司啊 哇 哎 这个有创意耶 半仙兄可以耶 卷寿司特别讲究 我 哎呦 可以啊 刀 哇 刀拿开给他吃一片 哇 哇 真好吃啊 我跟你说呢 算了 嗯 安苡萱小姐 我善意的提醒你 已经吃了四碗了 小五 你太夸张了 这个鱿鱼寿司真不错 非常棒 清口味 安苡萱已经跟我们这个 鱿鱼西施谈好了 下一家加盟店开在哪里 萱萱 话筒在你的左手边 她顾不上你 快 要不要把它开到横店 要 我刚刚已经要电话加盟了 是不是 会不会去啊 横店要不要吃起来 你在干嘛 是萝卜 哎呦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啊 最后一家 吃我们为爱勇敢的猪脚西施 掌声有请 我很爱吃猪脚 因为对皮肤也好 对 它有那个胶原蛋白 而且如果多到 台湾的乳猪脚也很好吃 配饭 配饭 对 等会感受一下 而且一定要吃最肥的 哎呦 等一下感受一下 如果好的话 就把鱿鱼店跟猪脚店开在一起 我跟你讲 有可能你赚的 比你拍戏还多 对 就是让那些拍戏的人 把所有赚的戏的钱 全部都交给你 OK 我喂饱她就行了 对啊 OK 她拍戏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吃口好饭吗 对不对 我们给她供应盒饭 做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佩玉 今年22岁 来自河南洛河 是应届毕业生 耶 浩翔 浩翔 现在你不就看到河南卫生 不是是湖南卫生 是湖南卫生 是湖南卫生 你学什么专业的 设计 那怎么会 学设计就卖猪脚了呢 还是那个故事嘛 哦 对 她有一个男朋友 特别喜欢吃猪脚 她有一个男朋友 长着两只猪脚 你 这是 今年是史上的最难九业季 然后毕业人数有699万 真的找工作特别特别难 然后我男朋友 你看 说了吧 说了吧 有男朋友 男朋友很重要 你男朋友喜不喜欢吃猪脚 喜欢 你看 对 说了吧 跟他都弄来没有关系 因为男朋友他有这个技术配方 哦真的 真的 洛河人都挺喜欢吃这个 对对对 家乡人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最初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我是学设计的嘛 对 然后 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特牛 我毕业我就要去那种时尚杂志社啊 我要做那种 对啊 和时尚圈打交道的人多牛 等一下 等一下 坐着坐着 我们越走啊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人们都穿梭不停了我觉得 韩哥 太辣了 吃完鱿鱼吃冰粉 你看他们在后面 我也好想 那你去 你可以去去 你也你也这么 就瞧瞧一会儿去玩一会儿 我不好 聊着聊 聊着聊着就过去了 对 你后来这个梦想跟自己的这个现实之间差距这么大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后慢慢发现这个设计 对女孩子特别不好 特别伤身体 因为经常熬夜 经常熬夜嘛 之后就比较实际的嘛 就想着能够毕业回家找一个安定的工作 然后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你最初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当个飞行员 小时候 想去看月球的表面 那个回家照 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照镇子就能看得到了 对啊 你最初的梦想 我做一个警察叔叔 做一个警察的叔叔 胖哥你有梦想吗 我当然有梦想 我的梦想非常非常的伟大 什么 实现四个现代化 对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每个年轻的小孩 都是这样的一个梦想 我们的时候就实现四个现代化 实现四个 说清楚 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的 现在有没有人 很多人到你的店子里面 其实就是为了开 回来呀 还要工作呢 这还烫班呢 好多人就是过来 然后看我呀 跟我聊天 然后拍照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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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女回家创业 本科女回家创业 回家创业卖竹提音 电子现在生意怎么样 我是6月30号毕业 然后7月12号开店 然后9月之前收回成本 3个月 7月开店 9月 9月你就收回成本 所以考虑恒店了 真的 你最后有可能成为了恒店最大的 餐饮连锁店的 会有可能变成一个女胖子 你家做的这个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家的猪蹄 色泽红润 细腻柔润 香气扑鼻 如口即化 别吵了 别吵了 姑娘 赶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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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要不要吃点猪蹄 你刚才吃的寿司味道怎么样 你打几个字在上面 真的香 有白米饭吗 那边有啊 寿司的饭 寿司的米 把饭拿来 阿姨璇大喊一声把饭拿来 你的饭拿来 你的饭拿来 哈哈哈 猪脚已经跑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少吃一点了 哈哈哈 他控制不了 他真的很疯狂哎 各位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 哈哈哈 你还真是个吃货 我跟你讲 姨璇你们的男朋友是因为太会吃 离开你的 哈哈哈 哎呦 哇 你真懂得吃 真懂得吃啊 哇 哇 很多人不敢吃肥的 但是我觉得吃猪脚真的就是要吃肥的 没错 对吗 哇 哇 怎么样怎么样 他又Q 然后又软 这个蛮厉害的 哎 他好专业 老婆你还没有打字 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啊 谢谢韩哥 一万个赛 哈哈哈 有猪脚赛 加一万个赛 老婆今天算你厉害了 你别像一个黄金猎犬一样 真的 来 我们拿这一耙 先弄一耙 给导播送上去 好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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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给导播啊 你去吗 对 对 他应该沿途就吃掉了 对 前锋你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受欢迎吗 下吧整个下 到底去那我捞 你听安老板的吗 下下下下下 下吧下吧 大家都饿了对不对 饿吧 要不要吃起来 要不要吃起来 人多吃东西就是一个字香 香 那么吃猪脚到底有什么好处跟功效呢 他的妈妈呢 常常吃猪脚 常常被误以为是姐姐 那妈妈现在人就在台下 你是妈妈 这是妈妈 我妈妈今天吃猪脚 不可能 不可能 在这里来 你好 你好 女儿当时毕业以后 跟妈妈说 妈妈说我去卖猪脚 你怎么想 感觉到很不可思议 同意她跟她男朋友吗 当时不同意她们一起去卖猪脚 我感觉到很没有面子 现在也就是我支持我女儿吧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刚才妈妈说那个时候是反对的 那如果有妈妈的同事来跟你买猪脚 怎么办 我妈妈特别怕她同事过来看见我卖猪脚 然后有一次 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 你快躲起来 我那个我同事去买猪蹄了 快躲起来 对啊 然后她就一头跳进去那个锅子里 鸣铜 那现在朋友们应该也不会轻视你 最开始的时候 说你二十多岁 你在卖什么猪蹄啊 又辛苦又累 再卖下去就变成黄脸婆了 你还不如找一个工作 当个小白领多好啊 但是你想想看 你现在都上天天向上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特别是好 你觉得天天向上是个什么节目 高端大气上当 对 男朋友现在还支持吗 男朋友挺挺挺挺挺的 对 毕竟替他卖的嘛 他肯定高兴嘛 那你们俩对分成五分呢 哎 真的到现在我一分钱 我都没有见着 而且我每天还要收完账之后 把那个钱存到他的银行卡里 啊 哎 我就特别特别新闻 这种男朋友怎么能要呢 今天我们特地把他请过来了 对啊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这个一条不拔的抵东鸡男朋友 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上的男朋友 今天会不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未来丈母娘的拷问呢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男朋友叫什么 谷鸣乐 谷鸣乐 还乐 乐啥乐 乐不好吗 乐一乐 乐有什么不好啊 乐有什么不好啊 好 那个像这种不知趣的人 就应该放着锅里煮了 对 熟了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位可爱的男朋友 今天能否来到节目现场 交出他所有的存款 五 四 三 二 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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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给我上来 帮助你 帮助你 我 我想 我想说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给他点钱 你再说 想要多少 今天一次说清楚 对对对 我想要全部 除了钱还想要什么 人要不要 人看他表现了 看他表现 来 表现一下 幸福的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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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男朋友 知道现花吗 知道现 单可归 说 说出心里话 我爱你 哎呦 你小盒里什么东西 不会是一只金字打的猪脚吧 银行卡 跟银行卡密码 真是银行卡 必须要交出银行卡要不 这束花是不是卖朱迪的钱买的 对说 对对对 你还用人家卖出去的花 卖出去的花 卖朱迪的钱买他的花 这里面是什么快说 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真的真的 真是银行卡 我随便说 哇 哇 我真的 真的 我随便说 银行卡 哇 哇 各位 当一个男人把他的银行卡 交出来的时候 证明他做了备份 没有 卡里有所有的钱吗 你跟他说 只有赚猪脚的 还是连你自己的都搁里头了 没有自己都搁里头 都给他 这 那我想我想你现在 现在应该有一段很长串的话 真情告白 想要来说一下 来来来 我们就不吵你了 来 那个 谢谢你能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你为这个店付出了很多 我真的很感激 对 咱们交往的这些日子里呢 我从来没有送过你一束花 写过一封情书 甚至说过一句情话 那个此时此刻我想 对你说出我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 我爱你 好感动 突然你自己心里怎么强了 真是手里拿到卡在中 对对对 卡一下我手上我都不好意思了 看你拿着看 吃人家那么多猪蹄你呢 只要是我认准的我就不会放弃的 哎 两个人呢谈谈一谈 真的就像在这个菜市场买菜一样 那么多卖猪蹄的摊 你偏偏就选择了它 那么多猪蹄你就挑了这两个 因为对位 因为对位了 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啊 请到了这么多美女 谢谢我们再次 来来来来 来到午餐中央 真的一会儿让我今天 真的要留一下电话 希望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先带到恒店看看 今天真的好吃感动 把食物跟感情放一块 刚刚韩哥那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到位 谢谢谢谢 所以以后每一集 有吃的人都会来 我们就请你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 我当助理主持人 不是 你是美食大师 美食大师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他们 跟我们分享他们美丽的创业故事 其实他们之所以美 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当中 没有放弃自己对梦想的追求 当然 然后果断地改变自己当初的一些想法 来适应整个社会 创业当中的他们是美丽的 青春本身也是美丽的 我们再次受热烈的掌声 感谢这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和美味的这些可爱的 美丽的西师们 谢谢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美丽的西师 乙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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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天曾云黄的遭遇 寻天天兄弟 请来 deliveries 再见 请 请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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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